要選2024總統的侯友宜到台大演講 跟學生職酬對決 尤其台灣未來的關鍵抉擇是這個 讓青年朋友遠離戰場 進入職場 奈清德帶領下 常常以愛台灣不愛台灣 親中賣台和平保台 用自己的政治的意識形態 來分類彼此 用這樣一個分類彼此 讓台灣之間的對立跟衝突不斷加計 拋空對手奈清德和平保台 跟本甲愛台 兩岸要和平穩定 務實對話交流 才是首要目標 侯友宜活力全開 預告自己將會挑時間訪美 更搬出四個堅持 我講這四個堅持 是中華民國憲法的堅持 民主自由的堅持 人民福祉的堅持 兩岸和平穩定的堅持 這一點 蔡英文總統不敢說出來 我說了 兩岸和平的穩定 才是這個堅持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學生好奇 蔡政府執政以來 官員敗壞搞黑金 疫苗快篩政策更是弊案重重 侯友宜當上總統後查不查 八年問題 做不做 我上次就做 比特徵族 還做得更徹底 一個都不放開 一個都要好好的遵辦 我辦過那麼多案子 沒有不破案子 沒有這個弊案不解決的 不會像別人五道弊案 展覽半天也沒有完成啊 王傑關注侯友宜選情 他要大家別擔心 總統這一局 他必定選到底 灌籃高手 安息教練說一句話 比賽的過程當中 你放棄了 那就結束了 我絕對不可能放棄 我一定堅持到最後一刻 為國家犧牲奉獻 一無反過 在所不辭 槍林彈簾底下 我永遠不怕害怕過 建設像我 我從來不會有忌怕過 所以我也堅持到 我最後絕對不放棄 怕死不天 面對學生各種麻辣提問 侯友一個個擊破霸氣 直求對決到底 讓年輕族群看見 他想改變台灣的決心 這也先後 魯黎璇 SNG小組 台北報導 小鈴鐺